也是早上的最新消息 台北市南京东路的台肥大楼 早上9点多传出了爆炸声响 大楼所有人员紧急疏散 根据了解是19楼的变定箱 配电盘短路爆炸起火 第一时间在场的人员是紧急用了灭火器自行灭火 火势很快就灭了 而消防人员到场也紧急引导疏散以及排烟 为了安全起见 目前13楼以上都是断电的状态 因此大楼的员工都得爬楼梯上下楼